台北县政府为了让公车族更方便 在前阵子花大钱做了智慧型电子公车站牌 不过呢 现在却有民众向县议员投诉说 这些站牌是做好了 不过控制器的门不但是没有上锁 甚至连关都没关 一个造价24万的电子站牌 就这样任凭风吹雨淋 这样的管理品质实在是太糟糕了吧 智慧型电子公车站牌还没启用 控制器的门板就已经坏了 下面的开关也只有锁一半 难道县政府花大把银子做的设施 就有这样的品质吗 这都是都没有状态状态 所以很容易这个就受到 风吹日晒雨淋之间的破坏 更不用讲说人为的 那个自然的因素就可能把它破坏了 它这个锁 这个安全设计 比那个游泳池那个免费的那个置物箱 它设计的还要简单 就管中心没要算了 什么事情都没要管了 才放任这种的工程是这样 应该说设备我们还没验收 都是水厂商应该要去处理的责任 把责任归咎于厂商 难道相关单位没有监督责任 一个电子公车站牌造价24万 全线目前37个 共花了将近900万元 结果品质如此不堪 别说信仰原有意见 但风车的民众也看不下去 现政府花大钱说要变明 不过看看这样的施工品质 再对照一下电子站牌上 台北现政府关心您的字样 看起来显得格外风刺 民事新闻抢环陈金叶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 samen 感谢观看